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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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注意安全 好 这样的就可以了 鱼处理好了之后呢 要给它来一些葱段 葱段 葱段 其实蒸鱼的时候就是我们不太建议用这种的葱 放在上面 对 然后因为这样的话 待会儿可以让它就是 气会更均匀的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 把鱼放在这个里边的时候呢 盘子里没有抹油 它很容易去粘连 但是酱子架高了之后呢 它就不容易粘了 放一个大片的生姜放在面上 我们现在就可以放在锅当中 就可以入锅蒸了 这只是第一个步骤 因为蒸熟了之后呢 我们还要给它淋上一个热油 包括蒸鱼豉油或者是酱油 酱油都可以 这边直接开火 让火烧开一下 上汽儿 山这个桂花鱼 今天我们选择的这个精量 水烧开以后 要多长时间 差不多七分钟左右 那我们这个火这么大 可能五分钟我估计也够 五分钟啊 怎么样鉴别这个鱼好了呢 可以拿一个牙签 然后在它的这个肉最后的头 头部的后面刺一下 如果那个肉就是没有在粘连到牙签上 就证明它熟了 还有一种鉴别的办法 就是看鱼眼睛的部分 如果鱼眼睛 对 爆出来了 之后呢 这条鱼呢也应该熟了 因为桂花鱼嘛 它肉质特别的呢 而且也特别容易成熟 如果你蒸时间太长的话 它的肉呢就会偏老了 那我们现在呢 过个几分钟 等它成熟之后 进行下面的步骤 蒸完鱼之后 我们把这个鱼里边 多余的汤汁给它倒出来 小米是觉得太腥了 因为很多人吃鱼 就是我们喜欢吃鱼的人不觉得 但是就是会怕吃鱼的人 他会怕那个腥味 然后呢 有两个方法就是可以教给大家 一个就是在煮鱼之前 在你要做各种鱼之前 你先烧一锅水 然后就是只要煮沸以后把它关火 然后鱼拎着它的尾巴进去汆烫一下 要汆烫一下 汆烫一下马上拿出来 这样就去掉它的那个土腥味 还有就是腌一下也可以 就是刚才我们的那个方法 对对对对 上面敷上姜片底下 垫上这个葱的部分 那现在已经蒸好了 我们现在要给它淋汁了吧 对 这个时候呢 然后我会把它蒸完以后的汤汁 跟那个姜片 还有所有的调料都把它取掉 取掉哈 这边呢 我们另外切了一些的这个葱 是要等一会呢 直接爆香了之后 我们淋到它的面上 好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要一定要葱白的部分 可以把它 要葱白 对葱白的部分把它放在 它会更香一点 是 更香 面上 那 蒸鱼齿油或者是酱油什么时候放 现在就可以放 先淋哈 对 那这边的烧热油 我们先来在这个鱼的面上给它淋上一点 酱油或者是蒸鱼齿油 嗯 量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不然会太咸 这边的油温呢 也已经够了 嗯 我们要等它冒一些小鱼吧 冒烟 对对对 要冒烟 那就这个火呢 我们还是给它开大一些 油量也要控制 因为如果你的油量太多 或者是酱油太多 它直接的会影响口感 本来鱼呢 就是非常鲜美的了 牛富于它太多的这种味道 包括油油腻 你可能就吃不太 就吃不太下去了哈 对 现在已经冒烟了 嗯 直接可以关火 用这个热油淋在它的面上 让葱的这个香味 迅速的渗透 好 现在这样的一份鱼呢 就已经制作完毕了 我们给它 让这个汁儿均匀一下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整道菜的制作过程 清蒸桂花鱼 原料有桂花鱼 葱 姜 调料有 盐 酱油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做法 在鱼的身上抹上一些盐 腌制入味 在面上横切几刀备用 葱铺盘底 放上鱼 姜片 蒸锅水烧开 鱼移入锅里大火蒸制8到10分钟 倒出蒸制时出来的鱼汁和姜片 放上葱白丝 浇上酱油 再淋上热油即可 桂花鱼当中含有蛋白质 脂肪 维生素 钙 钾 铃 锡等营养元素 肉质细嫩 极易消化 对儿童 老人 以及体弱 脾胃消化功能不佳的人来说 吃鱼既能补虚 又不必担心消化困难 回顾之后我要问小米一个问题 你最喜欢鱼身上的哪个部位 就是比如说你要冻筷子 你要冻筷子的话 你先从哪下手 我最喜欢吃鱼的肚子 鱼肚子 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菜 而且有鱼的脂肪在里面 对对对 你知道我会先吃哪吗 你猜一下 鱼尾 不是 鱼背 鱼头 鱼头你看见没有 桂花鱼的鱼头的这个部分 这块肉的也是特别好吃的 吃完这个东西呢 我的第二筷子一定是动鱼眼睛 眼睛 吃眼睛补眼睛 会让眼睛更明亮 对 鱼身上的这个部分呢 我基本上是不动的 鱼头和鱼尾 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 尤其是那种大的那种 鲾鱼鱼头啊 或者是草鱼鱼头 我一般都是先吃那个 可能每个人的习惯不太一样 就是比如说我要吃这个骨头的时候 我一定是尽可能的不碰肉 先吃骨头 然后啃起来会觉得特别特别香 比较有香 对 等一会呢我们在吃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鱼肉取下之后呢 蘸一下旁边的这个汁 一口汁一口鱼肉 哇 真的是非常非常鲜美 特别鲜美 再见